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这里是第一财经 解码财商 唐俊来了 我是唐俊 远离我们多年的自行车 在互联网共享经济 特别是共享单车的商业模式之下 又高调的回归到了城市 成为我们老百姓的一种出行工具 我们说共享单车是传统企业 在互联网时代当中 商业转型的一种成功的模式 而在自行车高调回归城市之后 我们也看到了一个远离了我们 让我们失去记忆的公共交通 有轨电车 也在悄悄地试图在寻找 回归都市的这种可能性 这种有轨电车 让我们曾经有过记忆 但是已经没有太多记忆的 这么一个城市的 一种特色的公共交通 现在又要重新回归到城市了 今天我们解法滩商一起来探讨 油轨电车的历史 那么为什么油轨电车 在这个时代又在寻找回归都市 成为交通工具 老式油轨电车最早兴建于1881年的柏林 我国1908年3月从上海外滩开出了第一辆油轨电车 老式油轨电车不但噪声大 性能差 耗电多 而且在速度 舒适度和灵活性方面 与汽车比较相形建筑 到上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中期逐渐衰落 六七十年代 为了给来势汹汹的私人轿车让路 油轨电车相继在欧洲许多城市下马 上海南京路上最后一班老式油轨电车 也于1963年8月结束了历史使命 近几年 全球掀起了一股油轨电车的复兴热潮 60多个国家的240多个城市 都在重新建设现代油轨电车 伦敦于1952年取消了油轨电车线路 如今消失了半个世纪的油轨电车 在伦敦街头重现 在法国 1992年在巴黎北郊卫星城 油轨电车开始复兴 2004年7月 在雅典召开奥运会之际 消失了44年的油轨电车 重现雅典街头 日内马 苏黎市 博尔尼 巴塞尔等瑞士城市的 油轨电车轨道 纷纷重新运营 受此影响 德国和荷兰的一些城市 也恢复了油轨电车 在国内 如大连 苏州 张江 珠海 上海等城市 也都纷纷上马 现代油轨电车巷 中国城市轨道 交通协会2015年11月 公布的数据显示 全国已有超过100个城市 规划建设油轨电车 到2020年 全国计划建设的 油轨电车线路 总里程 将达到2500公里 其中 大部分是 二三四线城市 油轨电车 为何得以文艺复兴 随着油轨电车 重新进入城市 油轨电车 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 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油轨电车 起源于1880年代 那个时候 油轨电车 作为城市的 主要交通工具 在各大城市 都拥有了 各式的油轨电车 那么我们也看到 在当时那个年代 上海就是其中 中国最多的 油轨电车线路 也是最长的 油轨电车 这么一个城市 乃至于在整个世界范围内 上海也是一个拥有 最长最多的 油轨电车线路的 城市之一 那么随后我们也看到了 油轨电车的兴衰 我们说这个兴衰当中 也经历了 从公交车 到地铁的这种 变迁在里边 那么中国的 第一条油轨电车 是在1909年 大连建成的 我个人非常有幸 在大学毕业以后 去大连外国语大学 进修了一年日 在大连生活了一年的时间 亲身感受到的 油轨电车 给大连人带来的 那种生活的方便 因为在大连 油轨电车 仍旧是大连人的 一种主要的公共交通 在大连几乎每天 都会使用这个油轨电车 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是 油轨电车 在中国几乎已经 不在城市当中 作为主要的交通工具 现存的油轨电车 只是在大连 长春和香港用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 一个现象就是说 油轨电车 现在又在悄悄地 试图在回归到城市 成为城市的 主要交通工具之一 那我们看一下 油轨电车 它所带来的优势 和历史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油轨电车 是工业革命之后的 一个非常大的 公共交通的产物 它是一个叫火车的 一种延伸 电气化火车的延伸 所以当油轨电车 进入到中国之后 油轨电车成为 公共交通的一个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那么同时 我们也看到这个油轨电车 它和公交车来比 有它的优势 当然也有它的劣势在比 我们说它的优势是什么 它的载客量 要比公共交通要多得多 当然它的劣势 就是不如公共交通 公交车来得那么方便便捷 现在很多的城市 都拥有了地铁线路 特别是像我们上海 几乎是地铁 已经成为一种网账的形态 和地铁相比 它的劣势是什么 它的劣势是 它的载客量 要远远低于地铁的 这种载客量 当然我们说 跟地铁相比 它的另外一个优势是 造价相对来说 要便宜得多 据说建造一条 同样的地铁线路 和建造一条 同样的油轨电车的 这个线路的成本 地铁是油轨电车的五倍 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说 载客量可能不如地铁 但是它的建设成本 它的建设的这种工期 要远远低于地铁 当今这个社会当中 我们说交通拥堵 已经成为了各个城市 积需解决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说 这样做地铁的过程当中 可能由于时间等各方面的因素 无法来满足缓和交通的拥挤 这个时候 人们开始试图在想象 如果我们把它改为 油轨电车 是不是可以解决 很多的交通问题呢 这就是为什么 最近一些城市 都已经陆陆续续地 开始来探讨 建设油轨电车的 这么一个设想在里边 近几年人们开始重新认识 油轨电车 它便利 顺畅 准点 环保和节能等优点 是燃油汽车所无法相比的 随着高科技元素 融入现代油轨电车 与公交车的空气污染 噪音 肇事频繁相比较 现代油轨电车 成为近几年 世界公共交通的宠儿 重新受到重视 越来越多的城市 已经或正计划 再度使用这种公共交通工具 我国各地也迎来了一波 油轨电车规划和建设的热潮 早在2013年 广州官方就透露 广州规划了油轨电车 约1000公里 油轨电车将成为 除地铁 公交之外的 第三套公共交通系统 成都2015年初 也宣布要建设 两环17摄地铁网 和一环4摄9片区 油轨电车线网 将实现地铁与油轨电车 规划里程达到 两个1000公里 上海市的官方数据也显示 上海已初步规划了 800公里左右的 现代油轨电车线路 那么我们也看到 最近的油轨电车 在一些城市当中 已经开始建造 已经开始运营起来 比如说上海 沈阳 天津 广州 等一些大中型城市 都已经开始在建设 我们所说的油轨电车 那么到2017年为止 已经开通的油轨电车 有11个城市 据说已经有78座城市 他们已经在计划来建设 油轨电车 这组数据告诉我们说 其实油轨电车 已经在很多城市 作为一种主要的公共交通 来设计并且来建设了 所以这就是为了让我们想到 这个难道是一种复古吗 或者说是为了解决 当前我们所面临的 交通拥堵的这些问题吗 那么我们所看到的 最近在沈阳建设的 一条油轨电车 是为了全英会来建设的 2013年借全英会的时机 来建设这条油轨电车 从机场 车站 全英村到运动会的场所 搭建了一条 相对比较完善的油轨电车 它是作为全英会的 一个配套工程来设置的 那么它整个的线路 达到了60公里 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 覆盖了这个全英村附近的 并且也作为全英会的一个 最主要的公共交通来完成的 那么同样我们也看到了 比如说在苏州高新区 也建立了油轨电车 这个油轨电车是作为什么呢 作为地铁的一个延伸 也就是说地铁站出来 然后要达到另外一些地方 那么由于地域性的关系 可以说那些地方的人流量 并不是那么的多 所以通过建立油轨电车 来驾接整个的地铁系统 成为了地铁的一个配套的设施 也成为苏州高新区的 一个公共交通的工具 油轨电车应该说是 在某种意义上说 是被淘汰的一种技术 或者是淘汰的一种公共交通 现在又来回归 那识别会带来一些争议 比如说有些争议上说 油轨电车会不会盈利 那么我们说这个油轨电车 本身在建设的过程当中 运营的过程当中 基本出发点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就像目前我们知道 其实几乎是没有公交车 地铁站是盈利的 在中国有那么多条地铁线 其实真正盈利的地铁线 就那么几条 比如说北京的四号线 上海的一号线等等 这些的地铁可能说也就是 达到了这种收支平衡 在全国的几百条地铁线中 几乎都是处在一个亏损状态 所以说我们说不能用 盈利的这个眼光来看待 油轨电车是否是回归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准 毕竟我们公共交通 是服务于老百姓大众的 这是城市建制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也是解决老百姓 出行的一个问题 也是应该国家来承担的 一种义务所在 所以说如果单纯是 不盈利的角度来看油轨电车 我觉得这个逻辑 有那么一点点不是符合 整个的这种针对 公共交通的一种标准 那么第二个观点是什么 就是我们也看到了一些城市 确实是在建一些油轨电车 比如说我们说看到的 这个南京有个油轨电车 第一线路比较单一 第二是他们更多的是 绕到了这种风景线 然后再达到一个某一个目的地 也就是说本来可以直线到达的 一定要去绕过一些风景线 然后再达到一个目的地 在我看来 或者说很多老百姓看来 这个油轨电车更多的是像什么 更多的是像风景游览线 也就是说这个油轨电车 本身就是一种记忆 或者说一种古典 一种经典 又把它搬回到的城市 那么既然把它搬回到城市 就像成为城市的一个名片 那么这个名片 与其说来做普通的公共交通 还不如把它做一个旅游的 一个景点或者是旅游的一套线路来做 就像南京是这么来做的 当然这种做法可能给我们更多的感觉是什么 这是一个更像个旅游的这么一个油轨电车 而我们也看到的是 比如说上海的张江 张江高科技园区也有油轨电车 但是我们都看到的张江高科技园区 相对来说这个线路并不是在公共交通的主干线 所以说每天的人流量相对来说是比较少的 我们就当你人流量少的时候使用率不高的时候 成本当然会很高 所以我们说这种的建设可能确实就是没有给公共交通 带来一种缓冲更像一种城市的一种名片 自2012年国务院关于城市优先发展公共交通的指导意见出台以来 公共优先理念逐渐深入人心 现代油轨电车作为一种介于公共汽车与地铁轻轨之间的 中低运量轨道交通系统 得到了诸多城市青睐 呈现蓬勃发展的态势 2015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 关于加强城市轨道交通规划建设管理的通知 提出要鼓励发展油轨电车等地面辐射的轨道交通制式 发展地铁和轻轨的城市 将油轨电车纳入建设规划做好衔接 其余城市油轨电车建设规划 由省级发展改革部门做好衔接 顶层政策的支持 为下油轨电车的发展提供了积极良好的环境 各地也纷纷出台了相关政策 保证油轨电车的健康持续发展 油轨电车作为城市的一种记忆 是不是值得再去寻找那种记忆 或者说我们是不是值得再去把它回归到我们这个城市当中来 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一些非常好的案例 去过旧金山的人都知道 就是去旧金山 如果你不坐它的油轨电车 那是什么 那几乎就是没有到过旧金山 我还记得当年在90年的时候 我第一次去美国 第一次在美国的入口城市旧金山 我还记得当天我住到了旧金山的市中心 然后把行李放完以后 第一件事想去做的什么 就是想尝试一下油轨电车 因为当时旧金山的油轨电车 第一非常便宜 第二非常方便 那么第三更重要的 它把整个城市绕了一圈 也就是在整个城市的一个主干线 这个就几乎把整个城市游览了一遍 所以说旧金山它保留了在1873年当时建成的这么一条油轨电车 当然旧金山是一个旅游城市 所以他们把美国的各种的这个古董的油轨电车都搬到了旧金山 更像一个叫做油轨电车的博物馆 那么我想提醒大家 其实旧金山的油轨电车不只是一个博物馆 更是一个主要的交通工具 因为它横穿整个旧金山的一个最主要的交通干线 可以说它的这个叫做发车的频率比公交车还要来得快 更重要的是它的线路是在最主要的干线 也就是说整个的就是方便于普通老百姓的出行 现在可能说成为了很多观光者 就是说必须或者是经常会去乘坐的这么一个油轨电车 其实它更是旧金山当地老百姓的一个主要的出行工具 旧金山的油轨电车确实是可以说全世界油轨电车当中 一个最经典的案例 既解决了公共交通出行的问题 又同样给城市留下一些名片成为城市观光的非常好的一种方式所在 每个城市 我们也都想去试图再去恢复像旧金山那样的油轨电车 其实我们还是有很多问题需要去思考的 那么这个问题的思考是什么 毕竟修建一个公共交通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解决公共交通的拥挤问题 那么在解决公共交通问题的时候 当然我们还需要考虑什么 我们还需要考虑一个成本建设的问题 如果纯粹是为了解决公共交通问题的话 其实造地铁是一个最简单有效的方式 真正意义上在解决了公共交通的问题 但是我们说建造地铁的成本代价非常非常的高 并不是说所有的城市都需要来通过建地铁来解决缓和公共交通的拥挤问题 所以我们在中国也就是说大中城市才会有公共交通的这种地铁 而一些三线四线城市在经济的角度来看 是不适宜去建造地铁系统的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解决公共交通的拥挤问题 建地铁是一种方式 但是建地铁确实说带来的时间会很长 修建一条地铁可能是短子是三年五年 长的时候可能是十年八年的时间 那在这个时间当中 我们说很多问题要等到五年到八年才能解决的话 可能对缓解一些中型城市来说 确实存在着一定的问题 这就是为什么很多城市在 试图在寻找这个油轨电车的解决方案 那我们说油轨电车曾经是 我们城市当中最重要的公共交通 但是由于这个汽车公交车 由于地铁的这个进入到城市 成为城市的主要公共交通工具 那么油轨电车它有自身的一些短板 比如说第一它的噪声很大 第二它的这个运行速度相对来说是比较慢的 所以很多城市真正意义上把这个油轨电车 剥离出去以地铁公交车作为最重要的一个出行工具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上海所看到的 已经没有一条油轨电车 真正意义上运营在城市的市中心 干交通方式跟这个城市的发展阶段有关 受运输能力和用地条件影响 油轨电车在城市公共交通系统中扮演着不同的角色 欧洲很多城市将油轨电车作为轨道交通的一种补充 将其融入城市中心区慢行交通系统之中 提供较低的路权等级 国内大部分三四线城市通过专用道 桥税和信号优先 提升了油轨电车的运行速度 将它发展成为一种通勤交通方式 而对于北京 上海 湖北 武汉这样的大城市而言 市中心道路资源期缺 出行需求旺盛 往往不具备油轨电车的发展条件 油轨电车是否还有必要在这些城市复兴 在建立这个油轨电车的线路设计的时候 必须是在城市的主干线 因为只有成为城市的主干线 才有可能去解决城市的交通拥堵的问题 第二是才有可能在经济的这个角度来说 是可以计算的一个模式所在 虽然我们说不追求盈利 但是我们说必须是经济效益 在达到一定的程度之下 才需要去来建设这么一条油轨电车 第二我们所需要提出的是什么 作为一些大城市 像北京上海这种一线城市 如果我们说在主干线当中 我们再去来重新修建这么一个油轨电车 其实无论从市容的景观也好 还是说再重新的建设也好 可能都会带来一系列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在南京路上来搭建一台油轨电车 可以说南京路又会变成一个拥堵的一条线路 因为油轨电车它的形象也好 还是说上面的电线也好等等 都会带来一系列的这种景观上的问题 所以说在城市的市中心 我们再去修建一条油轨电车 确实没有它太大的意义 特别像上海北京广州这样的城市 地下已经基本上构建了一个地铁网 所以在地铁上面再去搭建一个油轨电车 其实并不是十分科学 在整个的意义上也不是可取的 第三那么什么样的城市更加适合去修建油轨电车 我们说更多的是在三线四线城市 也就是说在那些没有地铁 或者未来也不会有地铁建设的这么一个发言的前提之下 那么这些城市确实就可以考虑来建设油轨电车 共享单车共享经济领域下 自行车回到了我们生活成为生活出行的一个工具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很多城市在试图寻找把油轨电车 再来回归到都市的那么一种想法 所以我们说复古是一种趋势 我们说很多的经典是美的 但是我们说今天这个时代不是说一味地去复古 一味地去追求经典 而去破坏了整个的体系和平衡 当我们在寻找古典寻找经典的同时 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是否适合这个城市 适合整个城市的布局 适合这个城市未来发展的方向 这才是我们需要去来重新找回油轨电车 成为公共交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考核点 谢谢大家收看 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